歡迎收看這次久違的熊樹日記 我們在台東這間 這間叫做蘭谷頭 然後地理位置在台東車站的旁邊 台東車站離台東的市區是有一段距離的 如果你住在這裡的話 從這裡到市區是有一點點距離的 我看有一隻貓 饅頭從我們出門到現在還在那邊當饅頭 饅頭 這邊也是check in 之後 他會給你鑰匙 然後這邊的貓總共有五隻 可以盡情的霸凌牠們 拍一拍再進去嘛 我等一下要幫你開門 可以衝進來 然後拖鞋子去 客廳的公用空間 怎麼拍到來 不然聽到外面有貓咪在吵架什麼 旁邊這裡 就會有一堆鞋 就是室內拖鞋進來的話可以自己拿 然後那個店 那個這邊的主人想說 如果貓咪坐在這裡的時候 可以開門 他可能想出去 哎呀 拍寫門鎖下來了 這邊很酷的是 他們這裡有DVD 這邊有非常非常多的DVD 你可以自己就晚上如果不知道幹嘛的話 可以買東西來吃 然後播放這邊的DVD 然後這邊是他們的算廚房區 熱水器跟微波爐是可以自己使用的 瓦斯爐的部分就不行了 但是熱水器跟微波爐是可以用的 這邊也是一個就是可以用餐空間的這個地方 首先是這裡呢 它是四層樓 總共有四層樓 我們這次分到的是四樓的A房 特別講一下 這裡是沒有電梯的 那它最上面是有到四樓 所以如果你行李稍重 或是有些人不太適合爬樓梯的話 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這邊的牆壁 有的話我上面直接寫 樓上的燈 玄關的燈 樓梯內 然後這邊大大的這些 4A 4B 房間都小了 這電視太爽了吧 這五十幾吋的大電視耶 還不然要網上放那麼多電視 是不是在房間裡自行看 還有電視盒 這邊有藍光DVD播放器 電視這麼大 謎片也不用用這麼大的電視 床這邊還有放一個 它的一些使用手折 10點之外不要太吵啦 垃圾回收啦 不要移動街有什麼沒有的東西啦 然後住宿呢很重要 是它的床好不好燙 這是很軟的那種耶 很酷啊 是軟的 你看 這個就是還蠻厚的 它的厚度差不多這樣子 然後會是你默默躺著 然後就會有一種 微下陷 微撐下去的感覺 然後棉被 棉被是 喔我喜歡這種 這種棉被是那個 比較重 就有些人喜歡蓋那種很輕薄的 雙彈 對 對但是這個是比較重 就是你蓋在身上是會有重量感的 然後枕頭兩顆 怎麼會這麼好說的 這個很長還蠻舒服的 我覺得應該會很好睡 然後枕頭也是 卸下去了 那目前我這樣燈看下來 比較可惜的一點是它沒有 桌子只有這一張 那它沒有其他的 就像我如果要剪片的話 這邊 看起來只有它可以選擇 然後插座呢 這邊一組 另外一邊也有一組插座 所以在床邊邊充手機邊玩遊戲 應該戲沒有問題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神秘 在廁所前面有一個神秘的小椅子 我不太確定 通常有這種神秘的小椅子 都是出現在那種 泡溫泉的地方 就是你泡完溫泉之後 有個小凳子可以坐 我不曉得這個是不是這樣 你拿來用的 那住在這裡其實我覺得整體是非常舒服的 它這裡沒有非常多很華麗的裝潢或是幹嘛 它裡面放的物件都是會讓你覺得很精緻的 比如說像我們這一間 Check in 的時候 你們就看到這個超大電視 然後我後面發現它這邊還有一個藍牙喇叭 小小的一顆 然後床非常的大 這個床好不好睡 枕頭是不是很爽 枕頭四顆很好躺 床偏軟 這個也是Check in 的時候就有注意到的東西 然後再來是這邊呢 它樓下雖然大部分的時間 我們都是握在房間裡面 可是它的大廳裡面總共有五隻貓咪 就如果你們會介意有貓的話 可能這邊就不適合 不過如果你們喜歡貓的話 來這裡那五隻貓都可以摸 就是沒有到安東裡那麼誇張啦 亂摸都沒關係 但是這五隻貓基本上算親人 我蹲在那裡之後就會有一兩隻貓 往我身上走過來 甚至會坐在我身上 然後這邊的貓都很親人 你看可以盡情地摸它 哎呦 arrows obviously 這才是貓叫聲啊 怎麼了 安東你也是這樣叫啊 沒有它是 Province啦 游 именно 而且它真的不想被人家摸 貓 哎呦我想出门 好意趣 離開前還可以再吸一波貓 這間民宿征戰 再來是 我跟你們分享一些些我覺得 稍嫌麻煩的地方就是 因為我們是住在四樓 那你通常出去玩的話 你會買一些東西回來這邊吃嗎 這個時候你吃的東西呢 他這邊是要分類的 分類你還要拿到一樓廚房那一區 有一個資源回收桶 你要把廚餘去那邊處理 然後資源回收也要丟在那裡 如果你住在二樓三樓可能還好 但我們住在四樓 所以就變成 我們一早要帶一些垃圾下去丟 這個我覺得是 燒行有一點點麻煩的地方 但是還可以啦 因為這裡整體住起來很舒服 堂堂有特別強調 水壓夠強 這個很棒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要住的舒服 你一定要可以好好洗個澡好好睡覺 所以如果他的水壓不強 或者是熱水因為不夠熱 或者是10分鐘就沒熱水 就會很暗打 浴室是這樣 整個裡面都是白色的瓷磚 乾濕分離 那他房間裡面我記得 像這個是什麼 沐浴乳洗髮乳都會有 那你牙刷可以自己帶 你也可以選擇在一樓有一個地方 可以拿他免費使用的牙刷 旁邊這邊就有放吹風機 在影片最後要再跟你們講 這間叫藍骨頭 然後我是在booking.com上面訂到 這一間房間的 我們住了兩個晚上 兩天七 兩天七 就一個晚上差不多 快一千三一千四左右 那你們如果有其他的平台 或是你們直接訂購 有更優惠的話 可以考慮看看好不好 好久違的熊樹日記就這樣 我估計可能 12月份又會再來台東 到時候如果有住到很厲害的 再分享給你們 今天要去外面拉拉車 晃最後一天的台東行 大家下次再見 你覺得呢? 很好 有貓 對他只要有貓就舒服 所以如果我們睡在那個 磁磚上面打地鋪 但是有貓你也覺得OK 如果貓給我睡可以 哈哈哈哈